這兩條線很強 應該是我們放的那兩個胚胎前重 因為禮拜一來抽血就是170.8 看一下這裡 所以說 那你乾肆要繼續打 好 你乾肆現在是一天打兩次 對 這一次的關鍵可能還是在 胚胎很好跟乾肆有打 你乾肆是植胚胎前三天打還是一天 20號植入我18號開始打 18、19、20 所以提早兩天 對 提早一天、兩天、三天都會很做 就紅色沒一顆 那他有說要減量嗎? 一天打兩針 明天回診才會 你跟他說你懷孕成功了 那應該是雙胞胎 所以 蔡醫師在問說可不可以減量 好 因為 你 你肚子打完乾肆要壓15分鐘 不然的話會瘀青喔 好 你肚子應該一片無氣一切 一片瘀青 對啊 因為你打的肌量跟我那個韓國病人一樣 就肚子量一隻大蝴蝶 兩隻大蝴蝶 不過我另外一個化果的病人 他就有壓15分鐘 他就比較小 還是有 還是要提醒你三件事情 今天是禮拜五嘛 聯繫上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是看 有沒有懷孕這一關過了嘛 因為禮拜一就知道 第二個是下個禮拜五要看幾胞胎 有沒有子宮外孕 因為 這麼的懷孕都有流產跟外孕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沒有做備胎快賽 那下下禮拜五 就是今天是二號嘛 二號、九號跟十六號 九號的話是要看有沒有 十六號就要看有沒有心跳 所以十六號有心跳就OK就過關了 欸你是不是還有配帶在這邊 兩個 我們有四個配帶換兩個嗎 欸等一下 你在我們醫院之前有沒有做過四管嬰兒 別的醫院 有 做過幾次 三次 三次 應該沒有成功 因為沒有打甘肅啊 所以這一次 105年、106年、107年 每一年做一次七顆卵、八顆卵、四顆卵 欸我們這一次拿九顆卵 不過因為你有一次流產的紀錄 所以 你那個 通常甘肅標準打法會打到三十七週 那三十七週 停甘肅之後兩天內一定要生下小孩子 因為甘肅的那個作用期 那你後面是不是要停掉 還是說 在十二週的時候改成每天一週一支 你再問一下 你是邱醫師嗎 嗯 洪醫師 洪醫師 中國醫的 中教學院洪醫師 對 那你問他說 什麼時候要減 應該現在還是維持兩次 現在還是危險期嘛 那 你說蔡醫師在問說 是不是打到 標準的作用是打到三十七週 停以後 要在兩天之內生下這小孩子 沒有的話要剖無慘 因為你 你再放下去超過兩天 血栓的問題又出現了 這是很 它是一個免疫問題 不是血栓的問題而已 所以 還是要恭喜來看一下 好 比上次明顯 靠近一下 比上次明顯 當然多啊 不過 如果 我現在看這個 營運幫 就直接跟你